10万要先告诉大家 点出五大商品 就算这个再跌 你千万不要出售啊 是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预售屋不要碰 为什么预售屋不要碰 我们真的是怕倒 我今天还有万万问我说 你们新闻王说土城那个跌到一瓶40万 那预售屋可以买吗 我就想说 万一他老板叛刑被抓走 那房子盖得起来吗 万一盖不起来怎么办 所以预售屋现在就是怕倒 而且呢 现在讲的预售都不是假的 建商都没有在降价 如果你买的预售屋 很可能明年总统大选 政党轮替 你到时候你的房价就跌了一屁股 所以最差的情况是 你买到就献赔 更烂的情况是 搞不好这个建商给倒了 你不是买到烂尾楼吗 是啊 而且最近还有建商可能会倒 因为已经有传出说 有些建商付不出钱来 拿房子抵工程馆 就我们做业者都知道 就是只要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表示房地产非常景气不好 纵使是台北第一豪宅 叫做文华院 当年也是差一点倒掉 建设公司不想要付这个房子 不想要付佣金 于是付了两户的房子 给大家的公司 好 第一个地雷 预售屋 提出警讯 大家参考 第二个地雷呢 第二个叫做低自备款 为什么拿到这个第二呢 其实啊 因为现在很多建人 一直在拿低自备款 对不对呢 他跟你讲说 没有关系 10% 自备10% 其他我们分5年7年10年 给你慢慢还啊 轻松入主 是的 他的轻松入主 意思就是我一毛钱都不要降价 我看有没有笨蛋上来买 而且你先买 再说 房价还在涨呢 他们会这样子讲 问题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降到价 你的付款是很轻松 但是你房价买到贵的了 所以低自备款 他的闲外之音 代表的就是 贷款更多 利息更重 是的 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用低自备款 很多把利息 加在房屋身上 所以你房价 可能买得比别人更贵 这时候建商 就可以先拉高行情 再来自砍手脚 说我们很有良心 我们打7折 打6折 来卖给你 可是呢 你看那个价格 你还是贪不到便宜 你根本没有尝到甜头 来第三颗地雷是什么 好严重 叫地上全 你知道吗 板桥一坪30万的房子 地上全 台北市大安区 五字头 四字头 地上全 地上全买了一定套 因为呢 等你房屋交入之后 你发现你房屋税比别人高 然后未来的 叠价的空间比别人多 所以新智上路之后 这房子就我们讲说 你买得起 你住不起 你也囤不起 是 而且呢 你去年买到 你说文山区的那个 最夯的地上全 可能明年就要搅屋了 对 他是用劳建 他是用房地合一的心智 每个人急着要跳脚 所以 那个很重的持有税 房屋税 给他扣下去 你就老汇老地 老汇老地 更扯的是 文山区旁边还有 大量的社会住宅 大量的公营住宅 你到时候 人家自驾七折租 你的地上全的房子 你要几折租 你才能赚得回来 你永远赚不回来 所以当你想到说 没关系 要地上全 我拿来当包租公 用租金去付房贷 不要想太美了 史卫要告诉我们的 第四颗地雷 我们来看到就是 海外预售屋跟农地 好 这五颗地雷 大家要当心 来 史卫 先请回座 我要问一下 来 帅大哥 说话一下 这五颗地雷 很好心的 说给大家知道 有跟他摁折对吗 有没有断了人家的 幸福之路 断人家的财路 本来可以发一笔的 都是史卫 跟他看衰 建商太有钱了 低自备款 你要是代替七五成 建商 呼吸贷款 给你15% 这一片佛心来的 有这种建商不错 当然啦 他的价格 合理不合理 你要好好考量 你鬼扯啦 哪有什么佛心来的 我本来想要赞赏你一下的 说 那个零自备款 根本是羊毛出羊身上 你也玩过啊 拉高价格嘛 易收屋要知道 易收屋你准备 准备的钱比较少 明年交屋皇帝合一 皇帝合一你们都搞不懂吗 皇帝合一简称为 那个国家税收大崩盘 都不要缴税了嘛 你现在去卖个皇帝合一 你假设一千进来卖一千块 你只要超过一千块 全部退还给你呢 你买六百是他一半 退一半 土産税可以退 皇帝合一可以退 统统不要税收 很奇怪 帅哥头都没有买预售 他都叫他学生买 他自己都没有买预售 对啊 其他的咧 你说进玉售屋 对不对 玉售屋 他好有好几颗地雷 大家都说得有利 他自己也不买双北 他只炒那个乡下的地方 他刚才讲的景美那个滑叉 或者讲叉骨 听不懂我也算了啦 那个真的 假设我买我一段头 你一段头 因为新的房屋税 真的超高是加几倍 他的计价税房子越来越旧 我每一年给你十八十八 喂 我再告诉你啦 那个房子两房一个机械车位 那边租两万啦 女房屋税地下税一年 你收二十四万 你会缴超过二十四万来 蔡总 那个地上权可以买吗 其实假如说房地合一之后 我觉得地上权真的 除非要跌得很多啦 或者老实讲 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持保留对不对 蔡律师你也持这个看法 地上权我也不会买 我们房子是要抱着越来越值钱 可是我们房子其实不值钱 是土地喔 地上权你有没有土地 没有啊 那房子越来越来越的时候 七十年而已啊 就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最衰的是精湛的那一批艺人 就是台北车站 那一大批的地上权 当初有人在卖房子的时候 会跟你讲说 包租保证5% 五年回收啊 结果呢 后来那个房子 噼里噼里卖的卖光了之后 突然间台北市政府 在打不合法的民宿 日租套房 所以这些人真的蛮可怜的 突然间就哇 惨嘛 我的投资完全都没有了 所以喔 帅大哥 这五颗地雷 你都没有去碰吗 有啊 你碰了农地啦 他说农地不要碰啊 没有没有 我只买建地 你买建地啊 农地绝对不行 以农地之所以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宜蘭县长 他要拉五星期的换店进来 但是农地就建农舍 农舍就变成有执照的合法民宿 民宿很多五星期换店就不来了 所以他现在连农舍都不让你盖 但我们一件事情喔 政府不一定敢推喔 因为我以前买农地 两千涨到两万 我去银行贷款是给我一万喔 你现在把他打到两千 我农舍是带一万喔 我让农舍倒 好 所以这五颗地雷 当然多空 各自都有看法 一巴子在你身上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不过现在讲回来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一钱还要买什么储 这个很根本的问题呢 最近在PTT上 网友在论赞一个问题 可是大家想想看 你的口罩一千万 你要注意